大家好,我是Doop的軟妝師洗囉! 今天的微知是要跟大家聊聊 布沙發清潔的問題 假設今天你家裡的布沙發是可以拆洗的 那你只要避免過度的強力清洗以及清泡 因為這樣會使沙發套很容易變形 那之後你要套回去的時候就會比較困難 然後洗完之後也要避免太陽直接曝曬 因為如果你的沙發套是顏色比較鮮豔或是有花紋 人家會很容易退色 第二種狀況是如果你的布沙發是不能拆洗的 那我會建議以下幾種方式你們可以回去參考看看 第一種的話就是用吸塵器 清那個溪上面的灰塵 算是平日的基礎保養 那如果久了之後你發現你的沙發 有一點黏黏的或是污紙 那你也可以用小蘇打粉泡水 然後再用抹布去做濕擦 這樣子就會變得很乾淨 那最後一種就是這罐 我手中這罐是我幫業主買的 專門清洗布沙發的乾洗精 那使用方式就是 距離沙發30公分處 然後去做噴濕的動作 那噴完之後靜置了3到5分鐘 等它起了一些化學作用之後就可以用抹布 連通泡沫跟灰塵一起擦拭乾淨 這樣沙發就會變得很乾淨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歡迎到我們DWAP的官網 以及IG粉絲團留言 謝謝 掰掰